一開始是1960年代 是國際社會要我們用台灣 我們不要 1970年代以後是 國際社會已經 連比中華民國都不給你用了 叫你用改別的名字 所以後來在 1979年有這個 國際奧委會為了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1970年代這個 局勢又有改變 局勢的改變 就是對我們又更不利了 因為你們注意到1971 70年代爆發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中華民國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 也就喪失聯合國裡面的代表性 所以所謂雪崩斯外交 就這個時候 雪崩斯的斷交 這個斷交呢 1971年的這個 台灣的代表 就是中華民國的代表 台北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以後呢 這個也影響了奧運 奧運因為是 那時候是以國家為代表的組織 所以大家會反映說 那是不是 中華民國 既然聯合國都不給他用了 是奧運他也不准他用 他們就決定說 不讓台灣用 中華民國 那要叫他要改別的名字 這個時候對我們就變不利了 因為這時候 我們要再用台灣人家 就沒有那麼方便 一開始是1960年代 是國際社會 要我們用台灣 我們不要 1970年代以後是 國際社會已經 連比中華民國都不給你用了 叫你用改別的名字 1970年代呢 這個如果台灣一開始就馬上決定要用這個 台灣的名義 在1972年 加拿大的蒙特羅 還有奧運我們抵制的這一次 我們還是被強迫用台灣的 只不過我們因為拒絕接受 這次是不去比的 其實那時候如果接受 我們今天就是台灣 對 就真的是台灣對 最後一個機會 因為 主辦國強迫我們用台灣 也支持我們用台灣 然後用這樣來做妥協 那那個是個歷史的黃金點 最後一次機會 那一次以後 連台灣這個名稱都快要沒有空間了 因為我們既然不要用 人家就 思考別的方式 就不再理你了啊 因為你根本不想參加奧運的嘛 你不跟大家做好朋友了 大家跟你討論說我們要不要歡迎中國這個新朋友來啊 你台灣一天到晚說他來我就不要 我一定要用中華民國 我不要 改掉 那最後就沒得談了嘛 因為你漢賊不兩立 中間的 中介國家提出建議說你要不要改用台灣就好 然後 也逼了你用10年了 你都不要 你還是不接受 最後 人家各國就開了一個 民國就叫民國會1979年 各國的澳會委員 用通訊投票方式 決定把台灣的 會籍中華民國的會籍改掉 他們決定改掉 那這個就爆發一個事情就是說 國際澳委會要求 改掉中華民國的會籍 要求我們改掉 那叫做這個 中華台北 中國的什麼東西 這樣子 要我們強迫改掉 那這個不准我們再使用中華民國 就是反正就是 他們已經決議不准我們再使用中華民國了 沒什麼好談的 是正式叫你 不是比賽的時候不讓你用 根本不讓你這個會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澳委會 是決議了 1979年因為這個澳委會的這個決議 國際澳委會的決議 我們的這個澳會的這個 國際澳會的委員 徐亨 就去瑞士告 中華民國就叫他去告 告說侵害我們的這個 這個權利 那我們知道國際澳 奧林匹克運動會委員會 是註冊在瑞士的一個法人 他其實是一個民間組織 所以他可以被告 所以他們去瑞士告他 這很有趣吧 中華民國以前 雖然現在中華民國不太 推動國際法 其實當年國民黨時代 威權時代 他們還懂得用國際法 知道說澳會是一個民間組織 他就可以被告 所以他們跑去瑞士 告澳會說 你不可以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擅自 改我的名字 侵害我的權利 那澳會本來是要做決議 把這個 那徐亨委員呢 也去 對告澳會 侵害他的這個委員的身份 所以雙重告 中華民國要告 然後徐亨也去告 那麼澳會那邊也請律師 國際澳會說 要把徐亨開除 匯集 把他租出那個澳會委員會 然後把中華民國也 驅逐 這個就鬧了一個國際 法上的國際訴訟的衝突 那這在瑞士有審判 最後 這也就是我們 今天要講那個洛商協議的背景 為什麼最後會 兩邊用劃壓的 就是最後我們決定接受 Chinese Taipei 就是他除了是 要解決 我們剛剛前面講那麼長 國際體育運動裡面 反映國際政治強權 轉變這個角力的問題 也是要解決 民股污會議裡面 強制 禁止我們使用 中華民國澳委會以後 最後妥協的結果 解決法院的問題 不要讓法院可以干涉 國際澳會的一個正常運作 否則大家遇到國際 澳會問題都告到瑞士法院去 還得了 對不對 國際澳會不應該是瑞士人管的 對不對 應該是大家一起來弄的 這不是很好的例子 對這個 國際澳會運動發展 不利了 變成瑞士的澳會運動了 如果洛商瑞士管的話 但是事實上 國際法是這樣 因為你公司在那邊註冊 組織在那邊註冊 就會送瑞士管轄 大家也發現 中華民國來這部 用法律去 告人家 所以人家也要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就是要 沒收你的權利 所以 洛商協議就是說 由我們告的這邊 撤告 我們 簽洛商協議 還有幾個前提 我們願意撤告 但是我們 被同意 以後不會把我們趕走 我們會保留在澳會裡面 但是我們必須修改 會級變成中華台北 那這個交換 他不再把你想盡辦法把你趕出澳會了 也不開除你那個國際澳會委員的身份 我都讓你保留了 完整的權利 但是呢 你名稱 你還是要按照我們的決議 不可以再使用中華民國 那名稱的話 以後 因為你到底要用什麼 你搞不好變來變去 很麻煩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很會專輸法律的 在台灣有很多專輸法律漏洞的 其實中華民國政府 國際很會專輸法律漏洞 他也很會法律戰 所以這個完全是反映這個 國民性格 所以人家他就是叫你 白紙黑字畫押 這叫洛桑協定 畫押也結果就是用 但是因為國際會議 是用鸚鵡為準 所以 說明的是 中國台北 但是他 其實他並沒有說 一定要 叫做 中華台北或中國台北 這個部分呢 中共那時候也沒有很堅持 大家的堅持就是 為了解決國際奧會的根本問題 就是 中國台北奧會是 國際奧委會裡面的一個 擁有完全全力的一個組織會員 這個 被確認 他不會因為中國加入 他就變成不是會員 這個被保障 在裡面 這個是 對這個 體育運動是好的 但是 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際奧委會 也承認自己被改名成 中國台北奧委會 也接受 那裡面也說明了說 這個奧委會不得使用國際跟國歌 國民國際國歌都不能用了 所以沒有中華民國了 沒有不唱中華民國國歌了 因為不被承認 因為聯合國也不承認 奧會的傳統是得到冠軍的話 會升他的旗子 那升旗是奧會的傳統 那升旗一定不能夠沒有聲音 一定有個BGM 所以BGM就是 奧會升旗的BGM就是 放各國的國歌 放各國本來從來不是問題 只有遇到中華台北1980年 才變成問題 1981年才變問題 以前根本就不是問題 本來就每個國家的國際 就放他的國歌有什麼 有什麼奇怪 可是 現在 台灣不承認 中華台北奧會 他不會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他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准 人家放他不想聽的 中華民國的國歌 所以就變成要 我們想放國際歌 或國歌的這個 這個意圖呢 特別是國歌 基本上是國歌啦 各國沒有什麼國際歌 我們才有國際歌啦 很多國家國歌就是國際歌 中華民國比較例外 國歌跟國際歌是分開的 因為呢 中華民國國歌太難聽了 所以不得不徵求國際歌 這最好笑的地方 這首國際歌本來是要競爭國歌的 但是沒有人敢把孫中山的訓詞 拿掉 所以只好 把國歌永遠保留給孫中山的訓詞 就擋割了 再弄個國際歌 你看全世界各國升旗 都一定是用國歌 就是國際歌 中華民國會有兩種分開的 其實有他的政治 背景問題 那 當時 因為中共的代表 在澳會裡面有中共的代表 他們也知道 國民黨在想什麼 沒有國歌就改放國際歌 中華民國更爽 因為中華民國的國際歌 本來就是國歌啊 因為國歌的方式去投票 選出來的 但只是不想給他當國歌而已 沒有 國民黨那時候的 訓政時期 沒有國民黨的高官敢說 好啦 專家都說這首最好聽 就選這首 誰敢違背總理的遺教 誰敢去顛覆孫中山的審主牌 所以沒有人有勇氣說 比賽結果就這一首第一名就用他 沒有 那他叫做國際歌 變這樣 那這一首歌 中共當然他們那邊也知道說 這首歌也有法律意義 所以澳會有說 你也不可以用國際歌 就是你這種歌都不行 政治性的都不行 有政治代表性 那麼 當時我們台北過去的中華台北澳會就想出一個折衷辦法 他就把國際歌 把它 保留國際歌的曲調 就說 我們這個會歌就跟國際歌是同曲調的 但是歌詞我重新當場亂寫 另外領了一個另外新的歌詞 那這個歌詞跟國際歌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曲調是 一模一樣的 自我滿足嘛 我們還是在升國旗 因為 在台灣 中華民國升旗的時候 本來就是 先唱完國歌 再放國際歌升旗 所以如果我們奧運得牌的話呢 他在想像 有一天我們奧運得牌的時候 我們在升國旗的時候呢 還是放我們的國旗歌 那我們就100分呢 對不對 我們都沒有任何讓步 這樣不是很好 而且全世界 奧會比賽的時候 升國旗的時候 現場是只有演奏 沒有唱 所以我只要奧運的會歌 不要用唱出來的 誰知道我是放國旗歌 還是 奧會會歌 所以你知道 這個中華民國這些 外交官 這些官僚 多麼厲害 多麼會專誉 利用這種漏洞 老實說我個人不是很欣賞這種 因為這種的話就是欺負 洋人不懂 洋人 大家都是君子 很紳士 紳士 大家很光明正大 你 如果你答應就答應了嘛 你其實是不想答應你又被迫 你就搞這種小動作 禁止你國旗跟國旗歌 你就弄一個國旗歌的音調 填上 沒有一個人會唱的歌詞 我相信 今天在看節目的人 應該沒有人會唱奧會的會歌 應該沒有 所以很多人 最近在媒體上報紙上 還是寫說 奧運 只要我們得牌 就放我們的國旗歌 其實我們早就在落上協議 跟 國教會保證 這一首不是國旗歌 這一首是會歌 結果我們現在 回到台灣以後 從那時候開始 講到今天 我們都對外宣稱 那個是國旗歌 其實 我們跟人家白紙黑字 那個就不是國旗歌 只是會歌而已 中國國民黨 那個統治下 我們在自欺欺 所以這就是很悲劇嘛 但是 我們用這個方式 讓那時候的 威權時代政府 在國際上的那個 被人家洗臉 受挫 可是回來還可以 交其欺切 你看我 為國家爭取叫國權 雖然我們不能用國歌 人家還是知道我們用國旗歌 你看我們多會談判 其實我們早就說 那個不是國旗歌 那個是會歌而已 我們是用這樣講 這個結果呢 其實老實說 中華民國政府 在威權時代 對國際體育運動 賽事的參與 是國際很壞的典範 因為我們在 我們雖然抗議 政治污染體育 我們從頭到尾 兩獎時代 就在政治污染體育 其實就是這樣 那再來就說 人家說你是台灣選出來的選手 我們知道 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 所有的運動選手都是在台灣出生的 台灣長大的 去比賽的 所以明明就是代表台灣這個土地上的 代表隊 你卻一定要冠上中國 那外國的人 不管是在羅馬 在加拿大 在墨西哥 大家都是叫你 不然就叫你台灣 人家是認為說 因為你的選手是台灣 來自台灣的人 或來自 福爾摩沙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贏的話 就是福爾摩沙的人 獲勝了 台灣人獲勝了 這個世界各國都 能夠接受 為什麼你們台灣的人贏了 叫做中國人贏了我們 我可能不能接受啊 我可以接受台灣人贏我們 那是因為你們真的是台灣訓練出來 生出來 吃台灣米長大 喝台灣水長大 你怎麼可以說中國人贏了我們 這個在 國際的體育上 這樣別的國家也不一定可以接受 因為明明你就不是吧 我們本來是有機會 可以用台灣的名義 而且各國也是希望我們用台灣的名義 那最後我們沒有用的原因 一個是因為 為了要保障中華民國 中國 中華民國是包括中國這個詞 所以為了 統治者要保障中國這個名義 所以他堅持不願意用 最合理的台灣或福爾摩沙 然後當他守不住中國這個名稱 換中華民國這個名稱的時候 他寧可屈從於 這個台北 他就說他也不要台灣 他要也要 因為人家澳會叫我們用台灣 他又硬不要台灣 他用台北 他怎麼解釋 因為台北是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 所以我們用台北 相對於北京就是 我們也是 另外一個中國 起碼我們不是只台灣 那台灣只是一個省而已 台北才是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 原來他們的打算是這樣子 所以國際上本來說你要叫 中國是台灣也可以啊 可是我們不要 我們一定要 台北 這是我們的要求 那因為我們的解釋說 因為台北也是一個首都 那為了證明台北是一個首都 在這一段 這個時候以前國民黨已經先做了一個 設計 他把台灣的省會 大家忘了 台灣是有省會的 1945年 中華民國接受台灣以後有 在台北 設置了台灣省會 這原來台灣省政府跟台灣省議會 是設在台北市的 後來從1949年中華民國 遷到台灣以後 強迫 強迫台灣的省會要移到中心新村 跟台中 還有台中 就把他疏散過去 那這條台北就變成首都 那首都 省會就變成在台中 這樣的話 Chinese Taipei 就是有國家的意思 所以他就要堅持這個 其實這個是整套 以前設計過就有的 今天陳老師這樣一講我才知道說 為什麼中國國民黨的這些人 一直很堅持我們要用 中華台北這個意思 我想說 你去 台灣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幹嘛一定要用台北 原來是有這樣子 他們還保有大中國的思想 他們還保有這種一統大統 正統的這種思想 想要來跟中國上面的 中國共產黨 來對抗 來取得 誰是正統的一個地位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啊 陳老師 當然今天我們在談這個奧運啊 那我今天就是有感而發 我就想到 我在這一兩天我自己個人的臉書 我其實有發了一篇 有感而發的一個文章 我就想說 中國國民黨 是不可能坐下來跟 我們台灣的民進黨 兩個黨好好來談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感覺就是 中國民黨 他們就是以大中國 中國的思想 中國的立場 跟中國的價值 在看待 所有台灣的所有的不管國際事務或我們內部的事務 但是呢 民進黨呢 他是以 台澎金 為他的價值 為他的導向 所以他也不可能說跟 中國國民黨坐下去談 整個中國 然後 包含其中小小一個台灣 所以我這樣的講法你覺得是對的嗎 是沒有錯啦 就是 就像剛剛反映到說 為什麼 澳會 從叫我們叫台灣 最後被強迫 冠上 中國或中華的時候呢 國民黨的代表要求說 那要叫台北不要叫台灣 就是說他不願意變成一個 台灣變成一個這個台獨啦 有任何台獨可能的解釋 是 不管是分裂了兩個中國人的國家 或是 台灣人的台灣國 這個都是當時不想要出現的一種想像 中國要求是 這個不能使用中華民國的時候呢 他們要求那也不能叫做台灣 要叫做台北 怕台灣獨立 對對對 那時候呢 中文我們自己是說 叫中華台北 這個是當初 也講好的 因為我們不願意叫中國台北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澳會 已經叫中國 澳會了 所以如果我們是中國 台北的話 我們就等於是香港一樣 中國 香港澳會 就變成這種等級了 當然我們 為了避免這個 但是我們應該說 當時 被強冠中華或中國 有他的背景 可是選擇台灣 或是選擇台北 也有 國民黨的考量 那 這個在1980年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大的危機 就是國民黨 那時候在台灣的統治 我們再回想一下 我來參加這個節目 我都會 跟各位從國際的角度講 可能別的節目不一定重視 我都一定 比別人重視國際的角度 國際 事件對於 洛杉磯的影響 1979年 美國卡特總統 正式承認 北京了 我們不是只有 被趕出聯合國 我們連最支持 我們的美國 都不承認我們的 所以1979年 台灣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連美國都不承認了 那時候很多台灣人 我那時候的同學 親戚朋友 都逃到美國去了 那才叫做移民潮 跟今天阿富汗差不多了 是那個時候 1979年 80年才台灣 產生移民潮 因為那時候 台灣跟美國 就中華民國跟美國 斷絕外交關係 他改承認 北京 而且他也宣佈 一年後 中止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美軍不再保護台灣了 那時候真的 大家逃光的跟阿富汗 最像是那個時候 是國民黨統治的時候 蔣經國在當總統的時候 是台灣 最像阿富汗現在的情況的背景 所以 我們如果回想這段時間 要把 洛杉磯協議簽訂的背景 放在這個裡面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接受 因為那時候啊 不要說你要不要接受 中華台北 或中國台北 你能不能還繼續參加澳會 都會是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台灣 到底會不會再撐幾年 就要被中國統一了 那時候一般的人 是這樣想的 沒有國民在管 國民黨政府 在洛杉磯 洛杉磯 簽了什麼東西 因為大家認為 這國家快要結束 那時候的國民的情緒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會簽出那個東西 其實是有那個背景 在1979年那時候 我是小學三年級 雖然說那時候我年紀還蠻小的 但是就真的是如同陳老師所說的 那時候 整個台灣的整個移民 尤其我雖然那時候年紀還小 但是我真的知道說有些鄰居 有些同學 什麼奇怪就不見了 就說 移民到美國去了 那為什麼呢 這些人呢 大多也都是 當初1949那時候 從中國 逃來台灣的這些 外省籍的 這些人 然後呢 因為他們懼怕共產黨 所以 他們怕到怎麼樣 他們沒有 那種背水一戰的精神 他們全部都選擇什麼 選擇落跑 選擇逃亡 所以剛剛陳老師講的就是說 在當時 比現在的阿富汗還更阿富汗 1949年 這個會 簽訂這個洛杉磯協議 簽成中華台北的結果 我們第一個要考量是 當時國際的因素 台灣已經快要滅亡 中華民國 完全沒有的階段 所以人家只要願意跟我們 劃壓 就放過我們 讓我們參加 大概 蔣經國也覺得沒關係啦 就改名了 要想一下蔣經國那時候的心情 當年這些東西都要爆到蔣經國 才可以的 沒有人可以大豬大魚的 一定是要 蔣經國親自決定說我要接受這個 那蔣經國那時候知道 中華民國的 風雨飄搖 團結自強嶺 還記得嗎 團結自強嶺的階段 所以 那時候 澳會既然只要我們改名 就讓我們繼續參加 好啦好啦 趕快簽一簽 我們也接受 但是他裡面當然有很多的 小把戲 精心的手法 希望有利於 大外宣變成內宣 所以我們不要像中共都在做大外宣 國民黨以前也做很多大外宣 內宵的 澳會就是 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國旗歌變成 會歌就是一種 大外宣變成 大內宣的 一種 解套方法 然後 這個東西為什麼 那時候又越來越重要 因為 從1970年代開始 沒有聯合國了 才可以參加了 國際組織被踢出來了 1980年代 澳會也差一點被趕出來了 中華民國政府能夠指派的 國家的代表能夠在國際上亮相的機會 已經越來越沒有了 體育比賽 國際運動賽事正好是 極少數 中華民國還可以在國際上亮相的組織 所以體育越來越政治化 為什麼 其實我們 之所以體育很政治化 反映在什麼地方 大家不要以為台灣體育不政治 台灣體育超政治化 比什麼都政治 全世界 給奧運獎牌 最多的錢的國家 我們是世界第三名 真的假的 奧運金牌最高獎金是 在高家所斷北邊的喬治亞 很多人聽都沒聽過 喬治亞共和國 你給最多錢 第二高拿到獎牌叫新加坡 新加坡本來就國民所得 我們的兩三倍 他的錢出以下 還比我們獎金少 所以他實質的獎金比我們少 他的國民所得比我們高 所以那個錢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 其實我們是全世界實質上 第二高奧運獎金的國家 因為國家 並沒有花那麼多錢 在推展整個運動 卻去推展奧會 奧運而已 表示我們重視奧運 勝過我們重視運動 老師這樣一講一分析 確實也是 那就是因為我們國家把奧運 這個場合當作國際政治的角力場 所以我們才砸那麼多錢 非得牌不可 因為只有奧運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跟各國平起平坐 真是可以勝過別國 我們還可以自害一下 我們是國際上主權獨立國家 如果沒有奧運的話 很多會議像世界衛生組織 開會 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只能在外面抗議而已 對 我們也進不去 聯合國大會 我們在門口拉布條 旅行團在那邊說 我們來抗議聯合國 我開會 你找我們 可是奧運比賽的時候 我們可以 光明正道 跑到運動場 跟各國一起 游泳 跑步 然後其他競爭 甚至贏他們 還升我們的琴 唱我們的歌 這有夠爽的 對不對 所以 奧運其實對台灣來講是非常政治的 所以一邊在講說 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 那個 老實說並不是事實 從頭到尾 中華民國政府 都是把奧運當作政治在做 因為這個結果也造成我們今天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我們的中華奧會這個組織 一直被詬病為 被黨國所長期盤踞 為什麼政治的勢力會滲透到奧運那麼嚴重 大部分的單向協會都是軍方的 或是國民黨政治人物相關在當理事長呢 因為奧會這個組織 這個運動在推展的時候 就是非常政治化 所以當然 黨國的人士進到裡面去 操弄跟組織 那 從幾十年來發展的結果 他們不會一期之間就離開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奧運變成個正常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這種結構的問題 很難改變 因為他們已經進去幾十年 當年是 黨國特別去 操控他的 因為 只有奧運的這個獎 才是 中華民國 證明他是國際上一個國家身份的存在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明明 這個486跟我一樣 知道我們小時候都看了 歐元波特 掃棒 親掃棒 親棒 為什麼我們都要看棒球 因為棒球是我們少數運動可以在世界得名的 其他運動得不了名誰要看 就 得不了國際比賽的名的運動 就不是對政治上有用的運動 雖然對我們 年輕人 小朋友的身體非常好 但是 只要對黨國不好就是沒有用 棒球因為可以在 國際比賽得名 所以 那時候 三家電視台都是黨國電視台 都在轉播 棒球 但是其他運動為什麼他不推 我們還有很多別的運動啊 其實台灣有橄欖球 很早就有橄欖球 對 台灣有排球 羽毛球很多 我們今天知道羽毛球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有代資營 對不對 得到很多世界冠軍 因為代資營的關係 可是我們當年 三家電視台都沒有轉播羽毛球 你看我們電視台轉播什麼 棒球 因為國際有名 然後 紀政洋傳館去參加奧運 因為奧運有名 對 然後還有什麼會轉播的 籃球 因為軍隊都有籃球隊 籃球一定有 但是如果不是 他們本來 中國就流行的運動 或是軍方流行的運動 那就只能是在國際上 我們可以得名的運動 其他的運動 都不會轉播 國家完全不想推廣 也沒有運用任何資源 也沒有給什麼什麼什麼 獎勵 都沒有 所以 我們今天要來反省這個 奧運的問題 應該從台灣整個 體育 跟運動的文化 跟組織的結構來思考 我們才能夠真正解決這件事 否則 就算我們改名什麼 以後 一時恢復的國際上 好像我們得名以後就可以 叫台灣國 這個還是不會增進我們國民的 對體育 對運動的正當觀念 我們還是一樣會是一個升學主義的國家 還是認為原住民才去運動 替我們得名 讓我們臉上爭光就好 我們還是把小孩子送去什麼 參加數學物理奧林匹亞 才不會參加國際體育運動 我們要改革奧會 改革台灣的運動文化 要從真正 這個問題的根源來做 而不是只有改那個名稱 否則那個名稱改完了 體育在台灣的地位 體育老師 體育選手的地位 還是二流人 還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把這問題分開兩個層次來談 當然有很多人 故意把這個問題 扯到說 你改名的話 就能夠得牌嗎 那其實這是完全兩件事 像季政小姐呢 季政女士呢 她 是到今天為止 亞洲跑得最快的女人 她的紀錄還沒有破 還沒有被打破 她曾經破了七次世界紀錄 但是她在奧運只拿到銅牌 那如果我們 把每次破世界紀錄的 所有的運動選手 我們都給她像國光獎金這麼高 而不是只有給奧運的 那我們真正 國民就會在每一個體育的 領域 都認真 去投入 他喜歡的運動 因為每個運動都會有出席 否則我們現在就給奧運的獎牌 金牌銀牌銅牌跟第四名有獎金嘛 我們給到第四名 對 那只要奧運沒有的運動 就沒有人要去比 嗯 那就不正常啊 因為奧運的運動是會浮動的 是 我們為什麼會發展舉重 其實舉重 本來台灣並不重視 嗯 舉重本來不是台灣的主流項目 中華民國 也是台灣的 第三面奧運獎牌 是舉重 就是蔡溫義先生 好幾年前 拿到銅牌 1980年代拿到銅牌 中華台北的第一面 中華台北的名稱的第一面獎牌 就是蔡溫義先生 拿了舉重銅牌 然後 用台灣民意拿到的前兩面獎牌 又是記政跟洋傳館拿到的銀牌跟金牌 第三面 也就真正的第一面中華台北的獎牌 是蔡溫義拿的這個舉重 那蔡溫義因為在舉重上拿了以後 突然我們發現 舉重 不是每個國家都很重視 我們可以投入這個 而且他有分體重的量級 對 我們就不容易拿到牌 再加上 你知道 蔡溫義先生雖然是 舉重選手 他自己得牌 對 他很聰明 台灣人真的是天生聰明的民族 在這裡講 我從很多地方告訴你們證據 他知道要奧運要拿牌 國家才會重視你 那奧運要拿牌 蔡溫義其實他拿得很辛苦 他自己練的 但他說如果我要繼續拿牌 我來訓練女生 因為國際舉重本來就不是主流項目 那國際女子舉重更不是主流項目 所以台灣來發展國際女子舉重 我們今天才有郭靖淳 我們連續拿很多年都是舉重的 因為我們從蔡溫義先生在1980年代 為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拿下第一面奧運的獎牌以來 就知道 舉重是我們的未來 如果獎牌是我們的目標的話 我們就要發展這個 所以這個也是很策略的 這個 從這些運動得到這麼多獎牌 也可以知道 我們台灣人其實是 這是很機靈的 我們是一個很機靈的民族 真的 老師你這樣一講 今天我們原本是來談到 就是說 記政想要再來發起 正名的公投 然後呢 我們今天本來要來討論的是 洛桑的一個協定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經由那個老師 跟我們這樣分析了很多 從以前 從整個國際觀 國共也好 跟台灣的整個運動的 這種方向來看 其實我們如果真的都 把這個所有的那個目光跟焦點 放在這個奧運 光這一項來講的話 其實反而是真正失去了我們推廣全民健康 障私了我們整個台灣對於那個運動 真正正確的一個觀念 例如說那個我們這一次那個羽毛球 雙打 對不對那個王麒麟跟那個李洋 那這兩個小夥子呢 其實他們這個雙打是世界第一名 而且 他們早在那個參加那個奧運 這是東奧之前 其實他們 很多國際的賽事都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都拿到冠軍 就台灣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我聽他們的那個 那個公關 聽他們的教練在講 講說他們的那個粉絲團 然後呢有時候呢 增加了幾十個人 他們都覺得好高興好開心 就覺得一下子大爆發了 他們是世界第一 對不對 所以那個經由這次的節目 我想雖然說談到後來 我們並沒有把整個方向focus在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證明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那個 洛商協議 我們是不是要怎麼樣去改變 或是怎麼樣的一些策略 或是我們是不是要公投 我覺得這是一回事 但是今天的這個節目 真的很高興 由那個陳老師 跟我們談了這麼多 這個花了好幾十分鐘的時間 真正才讓我們領悟到就是說 我們整個以前 就是對於這個奧運 太政治了 那追求了太多這種 這種不太對的一個包袱在 或許 經由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如果各位朋友啊 你這樣聽一聽 聽到陳老師 講一下 有如這個怎樣 這個灌頂 你這樣我們整個都 梳醒起來了 我們就完完全全知道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運動應該何去何從 不能太狹隘放在這個奧運 否則喔 真的就像剛剛 陳老師講的很重的一句話 我們這些體育的人才啊 還是在台灣變成還是二流的人才 我們大家還是不願意在這上面 那運動它應該是強身建國很enjoy的 很開心的 對不對 沒有拿到第一名 第二名 哇 大家就 開始 嘲諷 大家開始去 嘲諷啊 冷嘲熱諷的 我覺得那根本就不對嘛 對啊 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非常謝謝 陳老師 從這個很多國際的角度 來跟我們分析這一集 那如果各位你有喜歡我們這一集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陳老師 那或者是說希望您想要 填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我們以後都可以請老師 再來跟我們來分析一下 從國際 從歷史的角度 來看台灣 謝謝各位